大家好,我是小宁子 今天这期视频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生活或者说比较工作 关注我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我最近都在招人 在招文案策划和视频剪辑 所以我收到了非常多的简历 在所有这些简历当中 有一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我当时立刻马上就加了他的微信 想要去面试他 这封求职邮件最打动我的 不是他的简历 而是他的cover letter 真的写得太好了 写得好到我要专门做一期视频 来表扬他分析他 很幸运的是 我已经拿到了这位求职者他的许可 他允许我来向大家分享一下 他写的这一封非常棒的cover letter 也希望所有以后需要找工作 或者现在正在找工作的朋友 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小宁子及团队的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好 我叫XXX 可以叫我XXX 想要投递视频策划文案这个岗位 在开头的前三段 他就已经开门见山的 他就说了他的姓名 应聘的岗位 然后所在地是上海 还有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个人技能 这些关键信息他都进行了加粗 非常清晰 然后他开始介绍自己任职过的公司 跟简历不一样 他在cover letter里面 并没有直接说他是在某某某某某公司 而是介绍了一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他在这样的公司里面担任了一个怎样的职位 在里面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说法就更像是你在面对面的跟老板进行介绍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些东西其实是和简历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作为一个补充说明 我想加入小宁子团队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我非常重视小宁子作为女性KOL 在游戏数码这个领域的影响力 非常感谢 这一段他主要是想要表达自己 想要加入我这个团队的一个恳切的意愿 对于很多用人单位来说 你的这个意愿是否强烈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的标准 在表达了自己的经验能力 还有非常强烈的意愿之后 他开始针对JD里面需要的那些要求 进行逐个击破 当然在这里也进行了这个小标题 这样子的处理排版会非常清晰 每一点他都展开讲 为什么他可以胜任 比如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写作的经历 对于这个纪实文学写作这个概念 他有一个自己的理解 基本上他证明自己构格的方法 是在自己所有已有的经验里面 挑出那些与我需要的品质 有关系的那一些部分 加上他自己对于我这个用人单位的需求的一些理解 一起串起来来写的 比如说这一条明白视频文案与文章的区别这里 他就说我会一边写作视频文案 一边在脑海中构思视频拍出来 剪出来的效果 这样的素质确实是我需要的 没有错 当然作为一个cover letter 如果你这样写肯定会非常非常吸引用人单位的注意的 你会觉得呀 这不就是我需要的人吗 至少他可以理解这份工作这个岗位需要他做的事情 至于能不能做到 那就是面试和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很多地方也是要靠他自己本身能力上的积累的 比如这个基本的英语听读能力 他就说到他有英语翻译的双学位 同时呢也在自学日语 在分析完五点我的要求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总结 作为这一段落的结尾 非常有礼貌 接下来他开始了这封cover letter的下半场 如果说前面是讲了他的工作经历 那么后半部分他就是讲了他个人那些情况 其实他的这些个人情况反而是最吸引我的 也是让我立刻就去联系了他的原因 这部分也是比较扎实的 因为他这里也有高亮出他的两个特别好的地方 一个是他有运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 另外一个是他也有运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他列举了他的四篇作品 每一个作品都写上了他的标题 还有简单的描述 以及附上了链接 非常清晰 可以让我点开就可以看 在列举了自己相关的个人作品之后 他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希望能让小宁子看到一个文案经历丰富 热爱内容行业 能力综合 向往在游戏和数码领域深入发展 擅长接收新技能 并且有初创团队工作经验的我 附件是我的简历 请在百忙之中过目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但是把自己所有的特质 以及这份岗位需要他做到的事情 都一一的总结了 对应了起来 在cover letter的最后 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还有落款 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 怎么说 非常体面 这篇邮件正文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非常的认真 首先他是非常诚恳和真诚的 想要应聘这个岗位的 他把岗位描述 看得特别仔细 每一个点 他都会拉出来进行分析 这样的话 就能够让用人单位感受到 一方面你的诚意 一方面是你的能力 很难有人能够拒绝 这样一个cover letter 如果总结分析的话 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一个是逻辑 前后段算得非常清楚 先是自我介绍 然后讲自己的工作方面 是否匹配岗位 然后再讲自己的 个人经历方面 是否匹配这个岗位 整篇文章都是一个总分总 具体从每一个章节 到每一条段落的标题和证文 也都是总分总的结构 也就是说每一段的 第一句话我只要滑出来 我就可以立刻看完 他的这一封证文 非常清楚 非常清爽 虽然这样子讲 好像就是这个事情 还蛮简单的 实际上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 也是从来没有写出过 这么好的cover letter 但是cover letter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补充你 简历里面 没有写到的那些东西 尤其是自己对这个岗位 对这个公司 它的了解 它的认同 你是否是诚恳的 真挚的 这些东西 其实都会加入到考量里面 当然基础能力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 按照我收简历的 这一些经验来说的话 能写成这样的人 没有 真的没有 有人是写的很长的 你都能够感觉到 他真的很认真 然后自己写一写的 还会很感动 但是作为一封求职信 它很重要的地方 不是自我感动 而是要让这个 看到你简历的那个主管 或是HR 认为你是适合他这个岗位的 所以在自我感动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了 你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就是你要求职的 希望这封求职信 以及我的分析 可以给你在找工作的路上 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 祝愿大家都可以找到 自己心仪的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